內外齊夾擊,港股算硬正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387點,收報24791點 成交有1181億,少了少少,但也不是顯著收縮 今天港股跌了21度,超過500點 這樣也算硬正? 是的,也算硬正 為什麼?因為今天很多外圍跌得一跌一跌 恆子,先看這幅圖 今天險搜,其實最重要是5月低位隱身上升軌,未失 外圍怎麼差?先看台灣 5月踏上來,今天一下子跌了3% 跌穿了 台灣股市其實近來一直都保持得強勁 今天一下子跌穿了,跌了3%多 韓國股市又是跌3%多 比台灣跌得更多,跌了3.66% 5月引申上來的上升軌跌穿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你說港股今天是否相對都叫硬正? 我就覺得是了 好了,那究竟什麼造成了港股今天這樣跌呢? 內外夾擊,內地又有少少東西,微淡少少 所以今天A股都跌的 外圍,當然是有重大事件 那我們分五六個點來講 好了,第一點,先講內地 內地其實近來弱的就是深圳創業板指數 最主要原因就是星期三公佈了一個意見 即是說深圳創業板那些股份上市可以改用註冊制 註冊制就是不需要申請,大家註冊了就可以上市 根據這個制度,市場擔心供應會很多 供應多之下,所以在星期三 在這裏所指這一天,戰爭所指這一天就大跌 當日大跌 大跌完星期四,現在是低位那裏 其實今天叫做好的了,因為為什麼? 險守住之前,8月12日的低位 8月12日最低是2577 今天是最低2578,險守住 暫時沒有跌穿,所以都叫做硬正的了 深圳,但是都是跌了下來,拖累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上證指數今天都要跌 連跌兩天,昨天已經受到這個創業板 深圳創業板的拖累,另外就是保險股拖累 因為國壽和新華保險的合併 被國壽否認了,所以拖累整個保險板快跌 今天再跌就是因為市場本來預期 那些放水和利率會下跌 最主要是說那個什麼利率呢? 就是叫做LPR的利率,就是內地現在指標利率 今天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貸款的市場報價利率 就是LPR這個市場報價利率 持平,分別在3.85里和4.65里 和7月一樣,減息預期下空了 連續四個月保持不變 雖然放了很多易回靠的水 但是就不肯放市場水 那兩個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央行放給那些銀行 就是通過MLF 放給那些銀行,那些銀行就有水 但是,銀行放出去呢 就保持利率不變 就是不是很為及大眾 市場所以有一點點 就是不是很收貨 今天都跌一點點 跌1.3% 那中港股市其實 如果你剛才對比韓國和台灣 看過就不算跌得多 但是都是弱 那所以內部因素這兩點 就比較影響到 但是呢 外圍的因素影響得更加大 外圍最主要第一點 就是昨晚聯儲局 說了那個會議紀錄 幾要一公佈了出來 說了一件事 令到市場擔心的 就是她說 我們很擔心這個疫情會影響經濟 唉,那就是媽媽當然是女人 疫情當然是影響經濟 全世界哪裡不是 大市場就很害怕這件事 其實聯儲局的會議紀錄要這麼長 講那麼多話 她只抽一句來講 其實市場又在倒逼什麼呢 就是美國國會 他們那兩黨談不妥 不肯放水 聯儲局出這一句說話 其實都是想告訴大家 喂,需要多些什麼 財政政策那裏支持 不要只是靠我們央行貨幣政策 央行貨幣政策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現在兩黨在談 在調數 就是究竟放多少錢 原本呢 美國的民主黨就說要三萬億 共和黨不肯 但是呢,其實呢 美國的政府又不是不想放多些 因為這個都是收買這個選民 其實兩黨現在只是欠金額 現在他們兩個在放暑假 不過,大家也知道 如果真的通過或者什麼 就叫一些人回來開會 都可以的 就是通過這些 所以,大家都在等著 如果真的暑假不行 要拖到九月的了 才肯放水 那現在聯儲局又說 我們擔心市場就借機跌 那一,昨晚美股呢 就抖一抖下來 是不是抖很多啊 又不是 但是,你看標普500指數 沒有什麼的 五月踏上來這條線 沒有什麼事 其實昨天跌過0.44% 就算今天你說 再今晚都會再跌一些 其實不跌穿這些上升軌 就不是真的很害怕 亞洲區害怕很多 韓國和台灣害怕很多 那,納子又怎樣 都是靠近歷史高位的 剛才標普都是這樣 這家納子也是 又沒有跌穿上升軌 又不是真的很害怕 你看到上高其實是一粒 很小粒的 就是豆豉 不是說大棍跌 所以其實 美國那方面呢 是有害怕 今天日頭的時候 那些期貨 Dow Jones期貨曾經跌 接近1% 形成了好像有一些很害怕 搞到韓國啊 台灣啊 中國啊 香港啊 這些都是全部一起跌的 但是 看下今晚 美股呢 是不是真的會大跌 小跌 就已經預料了 因為現在的期貨 已經是小跌的了 1% 差不多 那會不會是大跌呢 要留意了 如果它真是大跌的 當然了 會禍及全球 如果它不是大跌 就是小規模的震盪 其實高位 就是升的 現在只是反覆而已 在高位那裡 這樣的話呢 又未必明天回來 這麼害怕 好了 好 今天港股呢 大家知道 剛才這樣說 幾點影響 講了三點而已 內地兩點 美國一點 這樣是不是就完 不是 還有 最主要港股 今天跌又有些什麼 美國又有 對香港有些 實施所謂的 制裁也好 或者又玩東西 搞一下香港 這樣 就是 通知 今天 美國國務院 通知 昨晚的 通知這個港府 終止逃犯引渡條例 暫停 履行 港美司法 互助協定 這些 其實有幾個國家都已經是做了 美國反而不是第一個 大家做這些 其實就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唯一一個可能對有些影響的 就是 那個 香港的港口 那些免稅 那個協定 它都取消了 可能 以前有些貨 大陸的貨 跟香港 的碼頭走 就可以 在美國那裏 就不需要 新重徵塞 這樣 現在它沒有了 那 將來的貨 可能就不經香港走 直接走 因為沒有什麼好處 可能有些少少影響 但是 今天大本地的 那些 香港的上市的航運 碼頭那些 又不是大一些 都很重要 所以 心理上的影響大一些 這是第四點 還有 當然 有一點就是 特朗普 讚賞 李子英 也是心理上高 這些 香港的股市 不過另一方面 其實 今天港股 在下午的時候 跌幅收窄 最主要原因 就是傳出來了 這是第五點 重要的 就是 中美 可能重啟這個 貿易會談 本來的貿易會談 在8月15日 特朗普就說 我現在不想跟中國談 所以暫停 不談 又說 中國 要 令到他高興 所以就買很多 農產品 這樣 無論 口水箭是怎樣都好 就是 中國買很多 是真的 又是水災 又有很多農產品 是真的 但是 其實中國 向美國示好 也是真的 在我角度來看 正如這個 中國駐美大使 崔天海 剛剛 現在都說 其實就是 希望中美 通過對話 減少 現在的緊張關係 這樣 好了 這個是一個利好消息 現在 中美又會重新 再重啟貿易談判 那會誰去談呢 都是比較好些 現在 美國當然是派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 另外就是 老陰 就是財長 雙方 重啟會談的話 應該 都 會有好消息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 買很多東西 特朗普都這樣說了 符合 協議 所以今天下午 聽到消息之後 港股跌幅的收窄有些反彈 今天港股 整體來看 你跌三百幾點 當然不是好 因為連續三天都跌 破壞了那個 本來反彈的趨勢 但是又未正式轉淡 現在轉了弱 就未轉淡 轉了弱 就是真的 黃燈 短線轉了黃燈 不是綠燈 不是綠燈 外圍突然間發生這麼多事情 你看 突然間 所謂日韓 所謂日韓 韓台兩個股市 韓台兩個股市 急跌三點幾% 就是 突然間 因為昨晚 美國公佈了那個 會議幾要之後 很害怕 這些沒辦法 香港也是受慮 現在滾下來一點點 但是未轉淡 什麼時候真的轉淡 跌穿上升軌 上升軌 早前跌過24,100區 現在上升軌 大概24,500 24,400 如果真的跌穿上升軌 收在旗下 就要轉紅燈 否則的話 可以再坐一會等等 看看那個 中美媒談究竟是怎樣 個別股份來說 今天 毛牛就是恆之成分股 裡面跌得最多 跌3.66% 但是大的股份 就是有幫跌得比較多些 有幫今天就跌3.3% 最主要因為它公佈了業績 其實業績是不是很差 又不是 倒退新業務價值 負37% 雖然知道 今年上半年 大家知道疫情 新業務價值 跌就一定 所以 又不是很惡劣 因為跌37% 從我角度來看 我覺得跌得少 真的很好 所以 這隻股現在跌到72% 最重要是看短線 看著8月3日低位 68.8毫半 如果跌穿68.8毫半 就要 短線要走 即是 沽出 因為這一個位 你見到 之前 6月15日 這個 是68.9% 8月3日低位 68.8毫半 這裏 之下 有一個上升裂口 在這個上升裂口之上 就是強 即是 都叫做OK 如果跌穿 收在旗下 即是 不單止回補 有機會就轉弱 所以 如果短線來看 就用看著 68.8毫半 做出入市位 那 港股 是不是沒有好東西 又不是 今天 雖然 恆指跌了幾百點 但是 那些科技股 又做好些 好像這個 美團那樣 升1.56% 收234.6 小米升2% 收18.18 連騰訊 最近是弱弱的 大家知道弱弱的 因為美國說 要 WeChat下架 公佈了業績之後 業績不錯 但是都不能升 但是 今天 都彈了一點 不多 彈0.4% 收508元 京東業績好的 今天 再升0.65% 收279.8 網易都升0.2% 是收147.9 唯一 就是重磅科技股 是阿里巴巴跌 但是 都跌不多 跌0.2% 收255 那些科網股做好一點 那就是說 其實港股 不是真的全面轉弱 暫 不是全面轉淡 現在是轉弱了 只要守住在這裏上升軌 仍然都還有機會的 當然 如果失去上升軌 八月來講 又是差一點 但是你看整體八月來講 你看七月是衝上去回落 八月現在其實都是牛皮上落 很紮幅的 在241 八月七號低位 24167 最高位 八月十七號高位 是25588 25588 其實只有158點左右的波幅 不算多 現在你都是發來發去的 不要說八月一定是不行 因為有機會 又回落都還未挺 總之一路不失 就叫做未轉正式轉淡 當然失短線轉紅燈 中線一點 看什麼 241 如果跌穿這一個位 就真是中線都淡 暫時未去到這樣 希望不會發展到這樣的地步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